欧敏慈善基金会长期关注台湾的偏乡孩童教育 最近在园长乡五块村建立守望幸福园区 打造教育的生态圈 预计在今年的11月可以完工 日前云林县长张立善来到园区参观 除了感谢基金会的支持 更期望完工后能为在地的学生提供更完善的教育品质 守望幸福 为了提高偏乡的教育品质 欧敏慈善基金会将在园长乡五块村 先建云林守望幸福园区 预计今年11月完工 明年的寒假开始针对国中生 提供课后辅导、品格教育 以及沉浸式英语学习等等服务 一切经费由欧敏慈善基金会募款自筹 今年的11月5号会落成会开幕 那预计确实真的服务是到明年的寒假后 国中接下来在5到10年就是青年人 我们在这个关键的阶段 不管他们的品格 或者是将来有机会在我们园区 有在职业探索 或者是在教育的提升 我们现在目前是把它定调为 创新教育生态圈 我们日后也会跟许多的大学连结 我们寒暑假也会安排一些国际志工队 以英文 因为我们平常就以英文的沉浸式在教导 那等到寒暑假 他们有一些外国的国际学生来 可以真的实质让他们落实 国三毕业后我们会在园区有受过辅导的学生 我们会挑三位会让他们出格 偏乡除了教育资源较欠缺 也有严重的人口流失 欧敏慈善基金会将提供资源 陪伴孩子学习技能 除了改善教育品质 也让人才留在家乡 而这块正在兴建云林守望幸福园区的土地 是由一位园长在地人所捐出 委托欧敏慈善基金会 透过公益支持自己的家乡 我要回复我们的地方 这不是只有园长之光 也是园医之光 有园医基金会将我们益助 在园医生的五地川 在这里硬梯和软梯和各种设备以后 我们在地的学生就会受到很好的照顾 培养孩子在自己能够增长各种记忆 甚至我们让他能够优雅的出国去钓鱼 所以说我们在落实英文跟平德教育 让孩子能够有真正的记忆 可以面对未来社会的竞争 我们偏乡其实真的是在英语的课程方面 是比较 特别是在师资真的是很难有固定的 这个基金会来这边来特别在课程方面 他们会着重在英语的补救教学这个地方 那确实是我们很需要的 期盼结合各界支援提供地方创生 教育创新等方式活化地方 让青年留乡返乡创业成为地方创生的基地 新系着云林县这些弱势的子弟 所以特别回来兴建这个首富幸福家园 那希望未来提供我们国中生在整个客服班当中 不只是品格教育或是双语教学 或是我们的偏乡赔礼给予他们更多的益助 更多的这些支持 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障碍 透过这个客服增加他们更多的竞争力 期盼守望幸福园区 为云林偏乡带来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让偏乡的孩童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接听会持云线长报道